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呢最后一集我们邀请到了我们新南大主厨 应该也是大家最想看到的帅哥主厨 好不好我们欢迎吴俊卫主厨 哈喽大家好 好一样旁边是我们的老朋友 我们美丽又有活力的梁富玉老师 嗨大家好 好那今天最后一道菜呢 我们要交给观众什么样子的料理呢 好今天我们就来到凉拌菜 它叫做清零百香果南瓜 那其实它的菜名就是它里面的食材 我们今天用南瓜 本地的南瓜 南瓜 对其实台湾是宝岛四季如春 其实盛产很多的农产品 所以其实真的很适合 台湾的居住环境非常的适合 而且它南瓜也很多品种 对南瓜很多品种非常多 而且口味都不一样 蛮骄傲的身在台湾 真的正确 那再来就是百香果 我们的百香果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柠檬 柠檬 对好 那今天的调味料就只有糖 只有糖而已 对只有糖而已 好那我们先切百香果好了 好 我们先切百香果 对我们百香果把它切掉一点点 玉琳妳知道为什么要叫百香果吗 因为它有100种香味啊 对接近了 因为它的香味其实有很多样 所以其实叫百香果 嗯 其实润长也讲对了 你聪明嘛 对啊 蠻聪明的我 那基本上像那个什么 像这种百香果皮 这个壳呢 其实呢 最后呢 如果买多的时候 其实这个可以当成果酱 不要丢弃哦 可以当成那个百香果酱 这个这个可以 对对对 它的壳哦 这个外壳哦 对这个肉 这个脂 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纤维啊 对这个可以当成果酱 果酱 那如果是说 因为它有产剂嘛 我们知道百香果的话 它的产剂是7到 生产剂也是7到9月 7到9月 7上是6到12月都还有 那如果是说 这百香果工会很喜欢 那怎么办 其实可以买起来 然后就把它挖 然后放在冷冻 冷冻库 对对对对 放在冷冻 就是想要喝的时候呢 或是想要使用的时候 就可以使用 像我现在也是 买了一些 然后就把它 把这个纸挖起来之后呢 放在冷冻库 用玻璃瓶 然后挖 放在冷冻里面 那我们的主厨 现在要 那这样我们要切 柠檬 我们柠檬只是 我们会用它的果肉 还有它的皮 其实柠檬它的表皮的维生素 会比我们里面的果肉 更多更一样 对 那我们在家里 如果不方便的话 就用这个 这个叫做 削皮的哦 对对对 类似就是削皮湿的 这样子 哦 对这样就切下来 我以为这个 我以为这种要 用刀子切那么细 结果不是 那假设我们没有这东西怎么办 对 它有一个小 很厉害的秘密武器 在我手上 你手上有什么东西吗 为什么看不到 厉害的手 对 如果我们 通常我们这样子 把皮削下来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切开 挤柠檬汁的时候 它因为我们表达 这个白色啦 吃起来会很苦 所以我们可以 选择用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先把它切 四分之一起来 四分之一 对 然后先把这个果肉 切下来 啊 切下来 这样子 放着 看起来很多汁 可是那个汁都酸了 像柠檬其实也是很好的食物啊 对 柠檬酸性的 柠檬吗 对啊 酸是酸性的 它如果有食物的话 它是属于碱性的 真的假的 你说的酸性 可能是指pH值 我一直误会它 你不是有 酸性食物和碱性食物吗 其实它是归在那个什么 碱性食物的 哦 其实柠檬是碱性的哦 但是如果是pH值 它是酸性的哦 就不要搞混啊 那像我们这样子切啊 我们把白色的部分把它切 它就不会那么苦了 它就不会苦味了 所以其实 柠檬苦的地方 是在白色的地方 是 没错 那我们就这样慢慢切 如果在家里真的不好切 我们就用刚刚那个 瓜皮撕刀这样子 挂它就好了 好厉害哦 真的 竹竹真的把白色 切光了 不过这是 竹竹的秘密武器 可能不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对啊 我可能没有秘密武器 可以大概就可以 大概就可以 大概就可以 要吃一点苦才可以的 大概就可以 放尾盆上了 好好好 吃点苦 因为之前我先切过了 那这边 我们说要挤之下去 我们 现在挤了 因为上面白色的部分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挤进去就可以了 挤在里面 然后把果肉 放进去里面 哦 要撕开吗 对啊对啊 就跟我们吃柚子一样 还有我们不会吃那个白色的地方 因为很苦啊 对对对对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不会有苦味 它就有酸味而已 好赞哦 没有苦味 对就这样子 这样把它撥进去就可以了 那个水就一直滴 对啊 柠檬汁就在里面了 所以不用这样子挤 只要这样子把它撥 你也可以大力挤它都可以 没关系 哦 好 那在柠檬汁我们就把它 把过来 这样切它 慢慢切就好 那你今天心情好可以切细一点 今天心情不好就切粗一点 没关系 因为柠檬比我说过 它的维生素其实含量是非常高的 我今天心情蛮好的 其实很多的那个营养成分啊 都是在皮里面 然后所以有时候皮啊 如果可以的话 就是把它洗干净 淋皮一起吃 然后如果是像有时候 我们可以柠檬啊 有时候把它切片 泡在开水里面 其实有味道啊 然后也维生素C也蛮丰富的 对啊 其实这样真的就是 会顾到很多方面的那种 就是每样的食材里面的每样的部分 都有不同的营养成分 对啊 所以呢现在很 就鼓励说我们要治全食物 好 那其实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 它的汁 我们只要加少许的糖进去就可以了 好 因为我们的每一颗百香菇 它的甜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先试吃看看 因为柠檬知道我们很酸嘛 所以我们糖 可能要稍微黑要太多 对 适量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加点糖进去就可以了 所以要先试过 就是它有百香菇的味道 对对对对 所以先试一下的味道才可以 不然怕我们会太甜 原来我以为都是就是 就是大概加一下 因为反正都要加嘛 其实吃太甜对我们生理是不好 很大的负担 对对对对 没错 那这个我们把它搅拌均匀以后 就先把它放在旁边 先搁在旁边 没错 那就是南瓜来了 南瓜 我说过南瓜其实它 每个地方都可以吃 皮也可以吃 那它 纸也可以吃 南瓜籽 对 那今天做这道料理的话 你可以连皮一起做 也没关系 哦 但是唯一的 唯一比较不好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的皮很硬 会比较硬一点 所以如果要煮完 或是炖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 或者蒸的时候 是可以连皮的 对对对 那你如果今天你想要 今天是凉拌菜 如果你想要吃皮的话 也可以 它也是可以 它也可以 我们就直接切片都可以 切片 把它切片就好了 哇 颜色更漂亮 对颜色更漂亮 我们这样子把它切片就好了 很漂亮 它很特别的 我们一般认为南瓜是怎么样 是蒸的或煮的 对对对对 可是这凉拌菜 是怎么样 居然是南瓜 生的 生的 生的南瓜 对对 放下去 腌制 很特别吧 嗯 那我们在外面 常常会有吃到什么 白香果青木瓜 青木瓜 青木瓜 其实就是南瓜 没有没有没有 它就是青木瓜 这个就是青木瓜 不是 对不起我主持人 很累了 累了 大家原谅他 原谅我 但是我们今天 用我们的南瓜 其实都可以搭配 好 如果你要用苦瓜 也可以 苦瓜也可以 好 其实我刚才有脱吃的 真的好吃 真的很好吃 不好意思 我先偷吃了 我替大家先试味道 如果我们不要怕它太硬的皮 可以 去皮再切它就好了 可以 刚煮厨在切 就是去皮 对 去皮跟不去皮 现在在切 去皮之后 对对 去皮之后的 那如果你今天心情特别好 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我们可以切丝 好来吧 它吃起来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来吧 口感不一样 我们要先把它切片 然后开始把它切丝 不要切太细 这样子可能 因为它表面积比较大 就可以那个什么 味道更容易进去 对 没错没错 而且吃起来 口感上是不一样 了解 如果你今天有一颗南瓜 你可以试着三种的做法 试试看看它的差别在哪里 我个人是不喜欢吃带皮的 因为它口感烧硬 我发现阿卫老师喜欢吃软的 对 那个娃娃菜也是要吃软 吃软 吃软不吃云 没错 原来是这样 好 那我们都 比如说我们都把它切好了以后 对不对 找一个适当的容器 适当的容器 假设是它 我们就找一个适当的容器 这个是适当的容器 其实它不是很适当 因为我们时间上的关系 不过它很漂亮 对 我们先稍微 这形状不错 好 进去以后 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容器里 最好是用磁碗 或者比较好 磁碗 因为这是生死 那直接食用的 我们加一点盐巴进去抓它 它就会变软 现在 它是算有点硬硬的状态 其实我们一掰它就会乱掉 那我们用盐巴去软化它 它就会软掉 它就会被QQ的吗 对 它就会很软 不是软掉 就是软掉 它就不会拍出来 对 等它盐 稍微都把它吃软了以后 我们再把它冲水 原来是这样 冲水 让它里面的盐巴消失掉 就是这个杀精的作用 那最后我们要 最后一道工具就是 要加 深饮水 做最后的冲洗 对 做最后的冲洗就好了 那我们要先 我们已经略过这个 因为它时间上 最少要十分钟以上 对 没错 然后还要加上它流水的时间 好像是把它就是抓抓抓 然后静置了十分钟之后 它就全醉了 我再用那个 开水 然后再把那个盐分去 去除掉 没错 一开始可以用家里的自来水进去 让它跑 不要让分水 没错 最中的时候再 一定要用深饮水 深饮水 就是人可以喝的水 没错 那最后最重要 一定要让它脱水 如果家里没有脱水 没有办法脱水 我们可以放在有冻的地方 先让它慢慢滴水 可以放在冰箱上 可以放在冰箱上 让它慢慢滴 因为冰箱 它也会抽一点水分掉 没错 没错 好帅 好帅 那我们其实南瓜 其实真的是一个好食材 它有酸实纤维 还有淀粉 它其实是归在主食里面 它有一个特别的矿物质 就是菇 那这个菇 就是一个筋 一个骨 这个菇 这个菇 就是合成我们那个 底岛素 一个重要的微量元素 所以呢 吃了以后呢 有糖尿病的病人 如果你吃了以后 可以控制血糖 但是不能说 哦 这个南瓜这么好 那我就多吃一点 其实别忘记了 南瓜它还是贵主食类 所以它的淀粉其实还是蛮高的 只要适量的吃呢 其实是有 我们的那个血糖的控制 但是千万不要吃太多哦 好 那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啊 我们刚刚已经把 脱好水的南瓜 跟我们的酱汁 拌在一起 这种把它拌匀的时候 就可以冰在冰箱 隔一天吃的话 它会更入味 如果现吃的话 可能不见没有味道一点 那这个 檸檬皮 就 来了 我们可以 其实要可以拌在里面 可以拌 我们拌在里面 它因为它的 颜色会变黄一点 而且 那个什么 我们像那个橘子皮啊 或是檸檬皮 就是那个精油 对 精油 对 那个精油 其实都可以 所以它的香气也不一样 对 而且它有 根本不同的营养成分 了解 在拌的时候 我们会先 一开始会先拌一点在里面 那如果是 你要求它的卖相好了 最后再 对最后可以再放一点在上面 就好了 哇 其实这道菜在加州 非常的远达 完全不用开火 真的耶 真的啊 而且又营养又好吃 又开胃 对不对 南瓜 又是意想不到的 是南瓜 真的 回去可以试试看 真的 好 那我们可以把一点点的 这个放在上面 稍微点缀一下 它会比较漂亮一点 有 有 感觉就出来了 那因为刚刚苗老师他有提到过 说 我们的百香果 其实可以冰在冷冻 所以我们如果 因为现在是刚好是 产季嘛 对 每年是六到十个月是产季 如果你很喜欢吃百香果的话 我们可以先把它买回来 冰在冷冻 是啊 是挖纸喔 不是整颗放进去 是把纸挖出来 对 然后就放在玻璃瓶里面 然后就可以放在冷冻 我目前是这么做OK的 了解 好 今天这道很简单又方便的 清零百香果南瓜就完成了 耶 完成了 那 老师 你是不是要工商服务一下呢 各位观众 你会觉得说 欸这些菜呢 我要怎么的去再去看 我不想 我可能没有时间 去看影片 那我怎么样最快速 或是说 我想要送给我的爸爸妈妈 或是我的亲朋好友呢 那你就可以来买这本书 其实这本书 要去哪里买 很便宜 但是要去哪里买呢 我们 私讯我们粉丝团的小编好不好 小编会告诉你喔 好不好 记得私 私讯小编 OK 那我可以再补充一下 好可以 这是我们第二本 其实我们第一本的时候也是 这是我们第一本 卖相很好 所以我们才 继续应观众要求 所以出了第二本 所以呢 就想 要买的话 就去找小编 私讯粉丝团的小编喔 好 那我们今天呢 旋转时尚好味节目 就到这里结束啦 希望我们有缘能够再见 那记得 按赞 分享我们粉丝团 如果想要重新再看一遍影片 要重新找回 就是主厨要怎么样 就是主厨怎么样做料理的话 可以赶快到我们的粉丝专业 再重新看一遍喔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